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前天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 说现代人过的日子是越来越清心寡欲了 夫妻之间相处的就像哥们一样 不仅是女性对夫妻生活没有兴趣 男性也是提不起精神来 的确,现在咱们工作非常的忙碌 每天回到家恨不得一沾床就呼呼大睡 对另一半没有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同时这种没有兴趣的问题 也让我们意识到这是咱们的身体过度疲劳的信号 你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做出一些调整了 今天李老师就跟大家介绍道家的养生术当中的养仙骨 帮你消除疲劳,恢复精力,促进荷尔蒙的分泌 这里说的仙骨不是骨头,它是一个穴位 它是一个经外脐穴,也就是说它没有在经络之上 不同于咱们平时认知的那些穴位 它的位置位于我们的尾骨 这是我们尾骨尖,尾骨上方三厘米 大约也就是三横直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的仙骨穴了 它的作用有很多,主要是能够提高兴趣 消除疲劳,恢复精力,能够非常有效的促进身体荷尔蒙的分泌 我们怎么去按摩它呢?按摩的时候你可以用双手的拇指按压在这个穴位上 轻轻的按揉 我们如果感觉到拇指没有力度,我们就可以握拳,用你的指关节顶住它 轻轻的按揉,都是可以的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按压的同时我们要缓缓的吐气 吐气的节奏放慢一些 每次深吸一口气 然后吐气的时间大约是三到五秒钟左右 好,之后手指放松,吸气 再次按压仙骨穴 缓缓吐气 就这样重复十次为一组 每次我们可以连续做三到五组 吸气的时候你可以用鼻子吸气 这样可以让我们气息到达更深处 呼气的时候可以微微的张开嘴巴 就这样反复的练习就可以了 用双手的手指去按揉,或者是用指关节按揉 大拇指的指关节都可以 看大家怎么方便,就怎么去按揉它 养仙骨的方法大家坚持做 一天可以做两次,时间不限,早上晚上都可以 坚持半个月以上,能够非常好的感觉到它能消除疲劳 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而且对精神的放松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鲜骨穴位于我们人体的后侧 与它相对的在小腹上 也有两个穴位 跟我们的身体的精神,精气神非常的相关 气海和关圆,那么我们的精力是否充沛 元气都锁在了气海和关圆 气海穴的位置位于我们的腹部前侧的正中线上 肚脐往下量两横直 关圆穴也是腹部的正中线上 肚脐往下量三横直 所以这两个穴位离得非常近 这是两个培缘骨本调节回扬的穴位 跟鲜骨穴搭配使用效果翻倍 咱们怎么做呢?大家平躺在床上仰卧 双手重叠 先沿着你肚子的正中线 从上往下推20次 从上往下推到小腹的下缘 然后再从你两侧肋骨的边缘 推到大腿的根部 连续推20次 最后再换双手交叠 按压在漆海和观圆穴上 顺时针和逆时针各缓缓地按揉两分钟 一直按揉到你感觉到小腹微微的发热 这个热量甚至会透过你的小腹 一直到达后腰 跟你的仙骨穴摇相呼应 我们整个的腰腹处 咱们的肾气就非常的充沛了 这三处穴位呢 男女都是适用的 平时感觉到身体很疲惫的话 就可以用今天李老师教大家的方法 帮你非常好的恢复精力 不仅能够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更重要的是能够补养咱们自己的身体 其实最不养身体的并不是什么补品 而是我们身上自带的穴位 因为补品相对来说它是外来的东西 你的身体并不一定能够接纳它们 而穴位是我们身体自生自带的 一分内补胜过十分的外补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